你以示为天 不管是哪个国家都需要大量的粮食 而那些拥有极高粮食储备的国家 也会通过出口粮食来赚钱 然而近期美国媒体却发出了哀嚎声 表示西方粮商躺着正舒服前的好日子到头了 事件起源于网上的一篇文章 原始信源是美媒彭博社 文章主要讲了两件事 亦随着粮食需求的减少 法国大卖和美国玉米的对华出口量大幅下降 二 中国的经济增长放缓 导致国内消费者不得已减少肉类消费和外出就餐的次数 基于这两个核心论点 彭博社给这篇文章拟了一个很是耐人寻味的标题 随着粮食饥饿的消退 中国大众已不再是西方粮商的摇钱树了 西方粮商慌张 估计不少人都会感到讽刺 曾几何时 他们在中国市场中如鱼得水赚得盆满钵满 而如今 中国这个昔日的金主爸爸竟然出手不再合作 这可让那些老牌的粮商们无比震惊 你说 作为全球最大的粮食买家 中国怎么就在一夜之间翻了面 这其中的故事 简直可以写成一个传奇 今天 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 深入挖掘 中国在全球粮食供应链中扮演的角色 以及西方粮商的好日子 到底怎么就到了头 在大家看来 国际粮商在中国市场这些年的表现 确实犹如过山车一样 起起落落 最终只能无奈败北 失去了对中国市场的掌控 说到这里 可能很多人会问了 国际粮商以前在中国市场的表现 究竟咋样 为啥赚的钱都是舒服钱 严格来讲 在中国刚加入WTO那几年时间里 国际粮商确实过得很滋润 当时我国获得了欧美国家的市场 可以将本国的廉价工业品随意卖给欧美国家 以换取海量的外汇 当然了 我国加入WTO也是有代价的 其中的一项代价就是 大豆这类农产品 中国必须要从西方进口 面对美西方的这项要求 我国答应了 毕竟我国那时候 对大豆的需求并不高 买过来无非就是为了榨油 或者卫生口 而且国际粮商提供的大豆 价格还挺便宜 既然如此 那就开启合作 直接大规模进口国外大豆了 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 大豆渐渐成了咱们的软肋 现如今 我国对大豆的需求越来越大 每年进口大豆 几乎超过一吨 而且这些大豆大多来自美国 换句话说 如果美国不卖咱们大豆的话 我国就没有足够的大豆 用来喂牲口 在这种情况下 生猪的价格就会暴涨 而我国的肉食品消费 也会相应减少 总之 在大豆这块 我国确实已经形成了 对外界的依赖 国际粮商正是抓住了 这个软肋 于是疯狂操纵 大豆的期货价格 在中国市场赚得盆满钵满 尤其是 EDM 邦吉 加吉和路易达福 这四大国际粮商 简称ABCD 他们更是操纵粮食价格的老手 在西方各国政府的扶持下 国际四大粮商 一度垄断了种子 农药 化肥 仓储物流 加工运输 分销等环节 有了这份垄断地位 他们直接炒作供需关系 控制粮食价格波动 在这种情况下 其他国家也就只能任其鱼肉了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国际四大粮商就跟石油体系里的欧佩克似的 讲究的就是一个唯我独尊 当然了 放在以前 国际四大粮商确实有狂妄的资本 但现在不一样了 因为现在的粮食板块完全是买家市场 而中国则是全球最大的粮食买家 假如中国不买了 那这些粮商的粮食也就只能烂在仓库里了 关于这一点 从这两年国际粮商的对华出口贸易额中 就能亏之一二 比如今年第三季度 美国仅仅只向中国出口了1.34万吨玉米 要知道 去年同期 这个数字是56.4万吨 一下子直接减少97% 这对于国际粮商而言 无疑是一场巨大的损失 除了玉米以外 大豆的处境也差不多 像今年的美国大豆 仅仅只向中国卖了500万吨 同比下降25% 闯16年以来最低值 还有法国的大麦 也面临着出口危机 今年法国鲁王港的大麦出货量 同比下降50% 这掉下去的份额 就是出口到中国的 可见 中国确实不想再购买国际粮商手里的货了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也就挣不到什么舒服钱了 说到这里 可能又有人会问了 中国哪来的底气 居然敢不把国际粮商放在眼里 说不买就不买了 难道不怕出现粮食危机 严格来讲 还真不怕 因为在应对粮食危机这个问题上 我国已经留下了诸多后手 首先第一个后手 就是俄罗斯 从当前的情况来看 俄罗斯已然成为了咱们的后备大粮仓 去年 中俄两国签订了一份史上最大的粮食合同 总价值高达2.5万亿卢布 约合人民币1827亿元 根据该合同 在未来的12年时间里 俄罗斯将向中国出口7000万吨的股物 大豆 小麦等 以供应中国市场的粮食缺口 有了这份保底合同 我国应对国际粮商威胁的时候 就能游刃有余了 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报道 2023年 俄罗斯对华出口的小麦面粉 数量高达14.3万吨 同比上涨350% 而且从进口占比来看 我国进口最多的小麦面粉 就是来自俄罗斯 占比高达65.7% 可见 俄罗斯确实有取代国际四大粮商的实力 除了小麦面粉以外 像大豆 菜籽油 冻鱼 虾蟹 猪肉等 俄罗斯都对我国一一进行供应 尤其是猪肉方面 更是供应火爆 俄罗斯出口中心高级副总裁 尼基塔 古萨科夫曾表示 在不远的将来 俄罗斯将向中国开发一条肉类专线 争取成为中国三大猪肉供应国之一 这也很正常 毕竟中国的猪肉市场这么大 中国人民每年对猪肉的消费这么多 在如此暴力的诱惑下 俄罗斯哪有不心动的道理 总之 俄罗斯的这张牌 我国算是稳健地打出来了 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 也积极推动农业领域的国际合作 与沿线国家共同构建更加稳定和可持续的粮食供应链 这种合作不仅有利于保障中国的粮食安全 也为全球粮食体系的重塑注入了新的动力 正如美国学者菲利普 迈克·麦克尔所言 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食物体制正在形成 当然了 除了这些 我国还有另一张牌 那就是咱们自己 正所谓手中有粮 心中不慌 只有打造自身的产粮硬实力 才能在这个波局云轨的世界上生存下来 从当前的情况来看 中国的谷物自给率高达95%以上 得益于袁隆平院士杂交水稻的优越 在2021年 我国的粮食产量 更是取得了18联锋的澳人战绩 经验国外 可见 在产粮这方面 我国并不输给美俄等 其他国家 除了产粮丰富以外 我国还拥有极其健全的粮食仓储体系 根据国外机构的数据统计 我国一共储备了全球69%的玉米 60%的大米 以及50%的小麦 中国的人均粮食占有量 高达480千克 高于国际公认的400千克粮食安全线 可见 在储备粮这块 我国的实力也是雄厚至极 即便全球发生粮食危机 我国也能独善其身 在此基础上 我国还在大力发展智能粮库 以减缓粮食铸藏的损失率 按照相关部门的数据 我国在全国的智能粮库中 一共部署了数百万个监控 温湿度传感器 以及数千台地磅 期间 我国还建立了粮食储存物联网 以便于对粮食库存进行动态监测 当这一套组合拳全部打出来以后 我国面临粮食危机时 就能有备无患了 按照有关学者的说法 中国目前的储备金 可以满足全球14亿人吃一年 可见 咱们国家的粮食 远远经得起 时间和人口的消耗 像这份控粮实力 是其他国家远远不能比的 当然了 在粮食安全问题上 我国其实还有一张底牌 那就是中粮集团 作为一家声名在外的央企 中粮集团主打的 就是底蕴雄厚 关于这一点 2008年爆发的小麦战争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当时国际粮商 趁着金融危机 疯狂炒作粮食期货的价格 企图把价格炒高以后 一把收割 赚个底朝天 然而 他们却低估了中粮集团的实力 看到国际粮商正在炒高价格 中粮集团直接抛售手里的粮食 用来砸盘 你国际粮商接盘多少 我就砸多少 就是要把粮食价格给砸下来 一开始的时候 国际四大粮商财大气粗 根本不把中粮集团放在眼里 谁曾想 到了2008年9月份的时候 国际四大粮商都快扛不住了 中粮集团还在继续砸盘 看到中粮集团雄厚的实力 国际四大粮商纷纷崩溃 最终让国际粮商血本无归 这场战役不仅挫败了国际粮商的图谋 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在粮食安全领域的底气和实力 中粮集团的战略意义 不仅在于其强大的市场调控能力 更在于其在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方面的定力 在国际粮价波动剧烈的情况下 中粮集团能够保持冷静 不盲目跟风 而是以国家利益为重 稳定国内粮食市场 保障人民群众的参注安全 如今 咱们中国人的日常消费 已经不再单纯依赖西方粮商的产品 而是逐渐趋向于高品质的本土供应 想想看 中国本来也就是个大国 良好的很的气候农业潜力 也大可开发 发展本土农业 既能给国内农民带来更好的收入 也能让消费者拥有新鲜的选择 实现多赢局面 自然就给国际粮商带来了重重压力 西方粮商的好日子确实到了头 这背后是中国不断崛起的强大信心和实力 面对这样一个变化的局面 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 未来的局面 必将是中国在全球粮食市场上有更大的话语权 不再是在餐桌上被动接受的参与者 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强力谋划的主动者 如果说从来没有轻松的日子 那我们也许要反思一下西方粮商曾在中国的辉煌 是否是惹火的结果 我们期待未来会是一个百花齐放的局面 从国内到国际 大家都能在分享粮食资源的实现 共同富裕 真心希望未来的粮食之路 不仅好吃 更能让每个家庭都感受到安全感